大家好,今次要和大家做一個開箱 介紹印尼巴里島的一間屋台 Andas Bali 在2021年才開業的海月酒店旗下的屋台 亦是第一間的Andas Resort 是亞洲區 我們住了兩晚,分別住了兩種不同的房型 所以一段影片就可以開兩次箱,介紹兩種房 洗手間位置也蠻寬闊的 除了有棋缸,亦有浴缸 亦有一個很大空間的擺行李位置 反而我覺得日常家居位置,即是床、梳化的位置 比我想像中少 可能因為我們加了兩間床,比較低一點 正好因為是一個belated的birthday celebration 所以他們準備了蛋糕等東西給我們 而我們這個房型是直接有pull side access 簡單來說就是你拉開落地玻璃窗 就可以去出到其中一個泳池 這個resort的一個小特色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泳池 所以這個就基本上比較private 是我們的房間會用的比較多 它亦都有海灘 雖然晚上,但你也看到其實地方很大 有很多的沙灘床 另外它亦都是用一些比較低層的形式 去搭建它的餐廳 所以令到空間感是很大的 那天晚上,第一晚我們是選擇了留在酒店那裡 就是吃晚飯的 因為有些需要處理 除此之外 就因為原來我們發現 我們住那段期間 有一位韓國的廚師 Chef Mina 就會在這裡的黑席 所以就來了這裡吃了一餐的韓燒 也挺划算的 而且水準是不錯 而且因為Chef的英文很好 所以我進到交流了 而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去了酒店的Lunch Area 就有些小食、果汁、飲品供應 另外它亦都有些卡牌、國際象棋 就讓我們去放鬆一下 亦都來個小小的Digital Detox 第二天我們走出去吃早餐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這個小竹林 我覺得是一個驚喜來的 走到昨天吃韓燒的聚集處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表演音樂 整件事其實都頗寧靜、頗舒服的 它早餐的形式 就不是酒店自助餐的任由你拿的 它有很多選擇款式的菜單 就是按我們的喜好可以任由你拿的 其中大推它的沙爹雞 還有很多款的沙律 另外它的魚餅也不錯 還有這個夜堂班蘭Pancake 也是我們很喜歡的菜式 因為這間酒店的旁邊 其實就是Hiratt Regency 它的resort 原來他們的健康是分享的 所以我們三個就很八卦地逛逛逛逛 就說不如去健康看看吧 Gym就沒有特別拍照 因為要尊重私隱 然後再過了一會 我們就去換房 就去換了我們第二間入住的房間 這個就是有一個 Private Pool Access的一個Villa 大家可以看到 進去之後就是 有一個洗手間 然後就有一個梳化床 擺東西的地方 有一個桌子 然後就是一個小泳池 這個小泳池就是屬於我們三個的 房間尺寸其實就比昨天的房間大 但是以一個Villa來說 也不算超級大 但是它多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例如它有一個正確的Pantry 而這個Pantry有一個更大的雪櫃 對了 它雪櫃的東西除了酒精飲品 好像全部都是free的 不知道有沒有補充的 但是都變成了一個很好的得證 一個這麼熱的地方 有些冷的飲品是不錯的 另外它也有一個煙霧間 可以放一些衣服 這個洗手間就更加大 它是雙升盤 還有我覺得如果真的喜歡浸浴 在這個房型浸浴 其實都挺舒服 因為剛才那個位置是三面望景 是看不到外面的 所以私隱度很足夠 除此之外 因為我想它都打擊很多家庭客 所以它這個resort 本身是下午會有一些不同的Workshop 可以加入 畫畫的也有 我們都加入了兩個小Workshop 其中一個就是 立染 是一個印尼傳統的工藝 當然我們做的東西是一個簡單版 他們的員工會介紹怎樣做 概念是怎樣 讓我們自己試 大家貪過癮做 也挺有趣 玩完之後 都在旁邊的酒店餐廳吃了一點點東西 然後其實那天 基本上下午 我們都是很輕鬆的 其實都是留在這個resort那裏 就值得很傍晚的 那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又有沙灘 有泳池 昨天又看得不清楚 出去不同的泳池 浸水 或者找個沙灘床 躺在這裏錄下手機 放鬆 我覺得香港人平時很忙 還有一個都市人 其實隨時我這些都是拿著iPad 拿著電話 拿著手機 不停的 或者電腦 難得那些時間 偷得浮生 那就好好享受一下這個 隔壁 然後到了傍晚的時分 他們每天都會有個點火儀式 就是在達門附近 他們就會 和小朋友 不知為何好像一個小巡遊 走到 然後走一走 走到出去 然後那一晚 我們就出去吃飯 然後基本上回來 因為沒什麼做的關係 就叫一夜了 然後第二早上 又再次來吃這裏的早餐 我真的想推介 它的沙律 麵包 其實各樣的東西 大部分都蠻好吃 而我想說的是 這間酒店 我不知道啦 我們住的時候 好像都是三百多元美金 就是二千多元 三個人 那它已經有早餐 其實呢 基本上你吃了早餐 你未必需要吃午餐 而那些東西 也都真的蠻高質的 那Service 方面呢 是當中出現了一些小問題 但是 都叫做Fix up 了 但是我都會蠻推薦這個resort給大家 所以都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